在这一年中,贾乃亮经历了很多风波,有人说他不应该对现在的婚姻讲究,可以选择更好的伴侣,有人说他是一个负责人的男人,用一颗执着的心去守护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,小编更倾向于后者对他的评价。 当你有了家庭,有了孩子,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,更关系到两个家庭和孩子的问题,贾乃亮是为了顾全大局,所以他没有做错,曾经的一家三口经常活跃在迎屏上秀恩爱,特别是贾乃亮带着甜心,参加亲子综艺节目,爸爸回来了之后,这个可爱又精灵的小朋友,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,依旧记得甜心那句调皮的话我们白人呢? 还被很多网友制作成为了表情包,贾乃亮选择原谅,大概也是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老丈人时说的那些话吧,第一次到李小路家见岳父岳母时,贾乃亮就和老丈人喝起来了,可惜酒量不如老丈人还喝得鸣顶大醉,贾乃亮喝醉后竟然还哭了起来,很多人觉得这是丑态,怎么能在老丈人面前哭呢? 这位面也太动真心了吧,但就是贾乃亮的这个举动,才感动到了老丈人,都说酒后吐鸣顶,贾乃亮在喝醉之后,向老丈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,大概就是有些对李小路的告白之类,老丈人听得非常感动 阿弥陀余,简直播的角色,男人听得很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